中国时报的报道带您看到平价服饰进攻台湾 全球最大成衣零售集团旗下的主力王牌呢 昨天晚间在台北101举办了开幕派对 现场吸引了超过1500名各界的名人贵宾造访 而现场的DJ也炒热了气氛 还有帅气的老外服务员周戴 其他的百货通路的一级主管也共服盛会 走典雅风格 深蓝色蕾丝洋装 带点金属风格的西装外套 符合年轻人口味的造型T恤 今年秋冬正流行的服饰 令人看得眼花缭乱 很多人盼了好久的西班牙品牌ZARA 周六早上将在101盛大开幕 价格挂保证 上下两层楼占定超过700平 墙面上满满大型电视墙播放最新流行资讯 没有开幕特价也不打折扣 跟日本的UNIQLO走完全不同的策略 UNIQLO来台湾的人气热度盛况空前 想必令不少人印象深刻 当车比比ZARA擅长洋装小礼服 UNIQLO则是主打基本搭配和机能款 但来台售价比香港贵了两成 随着ZARA即将开幕 第二家统领店也将在三周内和消费者见面 这场评价时尚大战将越演越烈